广阔的沙滩 海浪生不绝于耳 对面就是著名的邦克岛 在霹雳州搬台这个称为五岸的地方 有着一个大自然宝藏 海龟 每年的八到九月就会有许许多多海龟 游到这里产卵 使得这里成为西海岸少有 能够欣赏到海龟下淡的地方 眼前这些在养殖水池里游泳的海龟 在人工保育的协助下各个活泼的成长 这全都归功于州政府设立的海龟保育中心 中心成立之后当局强制规定 居民在这片海滩上捡起的所有海龟蛋 都只能以每颗两令吉卖给保育中心 如此一来 首先保障了这片海滩的海龟数量 不会越来越少 但如果要确保每一只海龟都顺利长大 这水质绝对马虎不得 保育中心发现会来到这片海滩下淡的海龟 主要分两种绿西龟和蓝西龟 除了海水污染 环境发展破坏之外 当地许多渔船放置的渔网 也对海龟带来了极大的生命威胁 因此除了孵化养殖放生之外 保育中心还会拯救一些受伤的海龟 再将它们放生回大海 让当局欣慰的是 除了看到游客带着小孩来一场生态教育 更有学校老师组团前来学习 很多方面都需要大家的配合 就从小在学校范围内 孩子们年轻的 甚至于这些渔夫大众 如果没有销入 可能在市场上的需求 就会这么多人的盗取这些上岸生产的海龟 小孩子很开心 因为没有看过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所以不错 对 海龟有时会吃到一些塑料之类的 所以不好 所以我们尽量要保持沙滩上的清洁吧 对 教育下一代 跟它讲这些是病临绝种的动物 所以要它们好好珍惜吧 这片海滩每年的海龟蛋 大约有1万到1万2左右 尽管保育的成效显著 但海龟的数量和以往相比 还是稍微减少 以往居民随意键卖海龟蛋的情况已经受到控制 如今这个保育中心透过免费开放的方式 让民众参观 透过和海龟的互动 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别让海龟失去家园 也让我们失去了这片土地最天然的资产 NTPT霹雳采访报道